好 謝謝主席 剛剛我看前面有其他議員 針對這個優秀的州局長很多的指教 我想是這樣 我剛剛很認同州局長在講的一句話 在講說我們歡迎全世界的朋友們 可以來到高雄舉辦婚禮 我想這是一個海洋城市 台灣一個海洋國家應該有了開放的態度 尤其過去可能兩岸關係 稍微沒有那麼敏感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 中共雖然一心想要併吞台灣 但是沒有做得像現在這麼的超過 每天軍機落台 每一天文攻武嚇 在我們家門口開始開槍了 開始要戰爭了 我們難道不用 我們還要卑躬屈膝嗎 我們難道不用起身來做反抗嗎 時代不一樣了 時空背景不一樣了 還拿以前的話 來刁難現在的州局長 實在是覺得替州局長感到委屈 我覺得每一個公職人員 政治人物都應該與時俱進 跟著上世界的腳步 現在的中共是全世界在圍堵它的專制政權 像是民主聯盟在結盟的時刻 我們應該要擁抱全世界 用開放的心態 開放的這種格局跟視野 來相信全世界對台灣的幫助才對 所以我可以認同州局長在講的這個 我們歡迎全世界的朋友 來到高雄來到台灣來舉辦婚禮 也可以就是不用拘命在過去 可能幾個字句幾句話來做些挑剔 那這部分請州局長來回答一下 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請局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志弘議員 謝謝你給我鼓勵 跟給我這樣一個說明的時間 的確在當年那個角色那個時空背景 聽說有100隊的大陸新人到高雄到台灣來 他們是要辦婚禮兼旅遊 所以從民意代表的角色 我們一聽到這樣的訊息 當我們聽到說台南在爭取這100隊的時候 他的slogan是叫做 一載金城百年好合 那時候我就趕快以民意代表的身份 建議當年的觀光局 我們要努力去爭取 沒有什麼slogan比勇裕愛和 百年好合 還要來得恰當的 所以那個角色是我應該扮演的 今天我的初衷也沒有變 我今天變成是政務官這個角色 將來只要是世界解封了 我們歡迎高雄有勇裕的這條愛河 我們歡迎全世界的人到高雄來辦婚禮兼旅遊 這個部分我會以本初衷繼續爭取 好 謝謝周局長 我們希望呢 我們展現出高雄是一個海洋城市包容的性格 開放的性格 接受全世界的朋友 包括中國大陸朋友來到台灣 來這邊旅遊 來這邊結婚 這是我們希望展現出來的態度 謝謝周局長你請坐 謝謝 謝謝 其實我們剛剛談到的是一種國際格局跟視野 可是我更重視的是說 其實要怎麼國際化之前 我們一定要有在地化 有在地的文化可以更多的發揚光大 在地的這些生活圈可以優質優化之後 我們才可以走向真正國際化的一個大都市 我現在先針對我們的大眾運輸系統 來跟這個交通局局長來做一個救教 我們先請看下一頁 我們去檢視發現說 其實現在大眾運輸系統的這樣的路線規劃 跟現在城市發展還有一點落差 我希望可以進一步來進行這個局長救教跟檢討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這是在鳳山整個有經過鳳山的公車路線 包括五、十一、二四八、渠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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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這樣 看起來密密麻麻 都是經過鳳山的這個交通的路網 可是我發現說 為什麼還是會有一些地方 它沒有被照顧到 是不是有一些不足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其中有一塊是在北鳳山的五條坡 它每一年的人口都是上百上千在增長 因為是新的重劃區 新的生活圈不斷的在發展 所以這裡呢 那時候我們也有爭取說 是不是有一個五號的公車可以試運行 後來發現說 好像到後段沿線的人數不太夠 但我發現說其實不代表說 當地的需求就沒有 當地還是有一些就學跟就整的需求 所以我想換一種方式來做一些爭取 我們看下一頁 這次看人口趨勢 每一年北鳳山的人口 從六萬多人增到七萬多人 每一年都逐步上升 代表這裡是一個人口聚集的熱區 我們看下一頁 針對五條坡這個地方呢 我們去了解地方的需求之後 我們知道說這邊的學生 他們要去的地方是文山國中 這邊的長者他們要去的地方是長庚醫院 學生當然要去青年國中或去搭捷運的 還有這個可能性 未來捷運黃線建置之後 更是需要有一些接駁式的公車到捷運黃線的地點 我們看下一頁 那我們再看這個局十二這條線 我們可以發現說 他沒有錯的確可以貫穿整個鳳山的主要的主幹道 可是呢其實如果我們再把它做一個路線的稍微調整 把它變成環狀型 有沒有可能就可以解決五條坡 而且維持這樣醞釀的可能性 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做一個示範 把這個局十二線做成環狀公車 從目前中輪的這個終點 再繞進五甲路 繞進市區 繞進大東的轉運站 繞進這個鳳山火車站 再繞到五條坡做一個環狀公車入網 有沒有可能就可以解決當地民眾的需求 以及維持這樣運量 那是不是請這個我們局長來做一個回答 請局長抓住 好謝謝主席 謝典贏委員長 因為鳳山的人口成長很快 所以公車服務必須要有彈性去做調整 這個我們也一直在努力 那局十二主要是他是奉親幹線 他一天的運量大概超過一千五百人 那他是主要是沿線學校的接駁 所以如果要把它調成環狀公車的話 其實會影響這個路線的服務績效 會有一些衝擊 所以我們目前希望 所以他一定有一個運量 對他已經一千五百人 只要做環狀再加密 班式或許就可以同時有接駁功能 又可以維持那個運量 又可以解決社區的不足 對所以我們現在也有其他 譬如說用語區辦或87來調整 這個我們有一些規劃之後 再跟議員做報告 那如果我期待是說 因為交通的主要場站 應該是一個中心點的概念 公車是一種路線接駁式 不要變成是公車跟捷運在搶課的概念 捷運站是一個主要的中心點 他是一個接駁型 可以讓學生也好 長者也好 他們就診就學等等的這種接駁服務 可以更快速 所以透過環狀公車 有沒有可能做一個這樣的試運行 試試看 維持運量同時可以解決當地民眾的需要 好我們來努力 好謝謝 好謝謝 再來一樣是交通的議題 我們現在因應5G時代快要來了 所以我認為說我們公共運輸的接駁 應該要導入智慧化 我知道現在已經有一些作為 已經有一些成效 但是我認為其實都還可以加強 我們可以看一下下一頁 其他國家都有一些像無障礙後車站 或者是智慧後車站 或者是防疫後車站等等 都有不同 不管是在他這個美學上 造型上 跟智慧運用上面很實質成功的案例 我們看下一頁 我們去稍微調一下交通局的資料 我們知道說全高雄市的後車站位 有4600多處 那已經有設置LED的 是845處 這個普及率呢 大概是只有18% 所以我認為有非常高度的成長空間 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那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我認為未來 我們因應5G的時代來臨 這些智慧化的建置 勢必是我們現在要導入 城市公共運輸的一個必要的措施 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特色車站 生活的這種搭車的美學 都應該要融入到未來5G 城市這些交通運輸的元素裡面 我們繼續看下去 像國外有一些很不錯 很有特色的後車停 像在加州 像在日本的長崎 都有因應當地的特色 做出不一樣的造型 我們看到其實在高雄 也有一些部分的車站是這個樣子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像在其他城市 像馮甲、洲基棒球場 都有針對當地的主題 做一些不同造型的後車停 都是屬於當地的特色 我們看下一頁 當然我們在高雄市原市區 講真的 因為當時的資源比較多 所以有一些發展也比較不錯 像文化中心有一些 以鴿子為主題的 還有高雄天氣熱 以這個冰塊融化為主題的 都是讓人會心一笑的感覺 我們看下一頁 針對鳳山部分 現在是人口最多的行政區 我很期待說 這邊有一些歷史的空間 跟嶄新的公共建設 我都希望說可以再更優化一點 像曹宮廟是整個孕育 鳳山整個發展 它前面後車停就是簡單一個牌子 也沒有LED這樣 那魏武營是現在每一年超過380萬人 來到這邊休閒休憩的收宅 公車站體小小的這樣 我是認為這些呢 未來一定要導入智慧運輸 導入城市美學 空間美學的概念 做一個不一樣的特色化的後車站 服務在地的朋友 也服務來高雄觀光旅遊的朋友 是不是請這個局長可以回答 我們就讓這鳳山的特色 從街頭出發好不好 請局長答覆 謝謝議員 因為我們幾座特色的 都是跟文化局合作 所以針對城市美學部分 我會在跟文化局那邊做一些討論 然後看怎麼讓鳳山的車站有它的特色 那智慧運輸是我們很重要的 積極推動的重點 那現在卡在說三條路線的部分 交往部是不補助智慧站牌的 所以我這塊昨天也有議員質詢 那所以我會再去跟交往部溝通 因為北部跟南部的條件差距很大 那它那個四條路線的部分 其實否則中南部 應該有一些不符合需求的地方 我們希望它能夠放寬 那讓我們有一些經費的爭取 來減輕我們的負擔 所以這部分我會來努力 謝謝 謝謝林志鴻議員的發言 謝謝林志鴻議員的發言